不 有一样东西 我俩不一样 你用了 我却没有 协英 我现在在修炼 不能与你切磋 我不是来找你切磋的 我是来找你和静秋道歉的 道歉 关于给静秋魔族晶石之事 这一点 我的确事先不知情 我不知道这魔族之物 怎么会在我身上 或许 是被人掉了包 不过归根结底 此事是因我而起 才让静秋姑娘神脉觉醒 受了这么多苦 你不知道那是魔族的动静 这一点 千真万确 我若知道的话 怎么可能 会把这魔族之物 给静秋姑娘呢 我要继续修炼了 出去吧 薛英 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 但是按照我的本意 怎么可能做出伤害 静秋姑娘的事 不过她现在神脉觉醒 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你现在的太古神脉刚刚觉醒 日后修炼的话 一定要多多休息 如果有任何需要我的地方 尽管开口 那 我就不打扰了 得找薛英傻了 薛英啊 薛英哥哥 司徒宏 你来找薛英哥哥有什么事吗 可惜 你还有事吗 没事的话 我们可找薛英哥哥有事 你还是去一边待着去吧 今天我听你的就好了 外面太晒了 薛英哥哥 善大侠的情况你也看到了 白元之大师受魔毒侵扰这么多年 我和鄱阳波 都担心他的状况 是啊 万一他到最后也抵抗不过魔毒 落得和善大侠一个下场 我也正打算 去找司空灌主和白元之 共同商讨对策 我 我肚子疼 吃坏东西了 没有啊 我和优越一块吃的午饭 不不 不是那种疼 鄱阳波 你要不要紧啊 坐起来 仔细不稳定 运功平定一下 我都等他坐不住了 你还让我运功 我 来 拿着吗 来 怎么会突然这么不稳定 我不知道啊 我一早就和优越合计来 正要来找你 他做什么 我做什么 他吃什么 我吃什么 他都没事 怎么到我这气息紊乱了呢 不 有一样东西我俩不一样 你用了 我却没有 茶水 雪阴哥 看来是有人要加害于你 却被浦阳波误打误装给撞上了 谁啊 我现在就去教训他 我这茶水一直没有人动过 我屋里也没人来 除非 司徒红 遇见他就准没好事 我现在就去找他 司徒红 你天天玩硬的玩上瘾了是不是 你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好啊 你听不懂 那我问你 你站在这里干什么 是看你自己下的药下面下队 雪阴倒不倒是不是 你为什么 张口闭口都是药 我看你才应该吃药 我的玉佩丢了 我来找一找 什么玉佩啊 你 盒阳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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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聚神丹 帮助稳定内息的 你快扶下 快 你才刚开始练阴隐刃的进阶招式 又在短时间内大量运用内力 估计才会气息交错 忽然产生混乱的 你胡说 卓奕 是司徒红他心怀不轨 在茶水里面下了药 盒阳波他误打误装喝了 才会这样的 茶水 在哪儿 我去拿 在这儿 我会交给云老慧 看看 他到底在里面下了什么药 你干什么 你不是怀疑这杯茶水有问题吗 你看 我喝下了 并没有任何气息不稳的状况 说明这不是茶水的问题 是时间太短了 你看一炷香的时间都快过去了 我不还好好的啊 说明这不是茶水的问题 是蒲阳波自己内力不稳 那司徒红为什么一直不走 在门外鬼鬼祟祟的 第一 我没有鬼鬼祟祟的 第二 我刚才说得很清楚 我来找我的玉佩 你的玉佩 既然是误会一场 大家都回去吧 身为男孩子 要经常练习自己的气息 不然很多时候都要找药吃的 司徒红 你 优悦优悦 算了算了 别搭理他 吴阳波 玉佩 学音哥哥 你们就这么让他走了 我还是觉得这件事情有蹊跷 这明明就是司徒红搞的鬼 但我们没有证据 这样下去也是浪费时间 别忘了 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是啊 优悦 你不气了啊 不气了 不气了 等下次 下次我们抓他个现行 让他没有办法狡辩 好吧